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升级中 那这一个主题 其实我们这样讲 我们会从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欧洲的领导人 提到说 其实现在 其实现在 世界是一个战权时代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普丁的观点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 核战 为什么在现在 屡屡被大家提及 那这个提及 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最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美国 或者是英国 还有大陆 对于核战 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那第一个我们先看到核战升级中 其实核战升级它是一个战略的理论 而且这个战略的理论是跟赫足有关 那说为什么说这个其实紧扣着我们现在的时事呢 也就是说我个人现在正在念国际关系的博士 那这个博士班呢 我的老师啊 那就是 刘碧荣老师 他特别 对于国际关系 他是这样跟我们说的 他说这个社会科学 那我们要着重于分析 分析的目的到底在哪 分析的目的要在于能够预测 分析的目的不是只是分析本身而已 要能够预测未来 那当然我们今天在讨论 核战是不是不断升级 那对于全人类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当然也就是在此 第一个我们先谈到说 多国领导人现在谈到说 那个现在基本上来讲 是处于一个战前时代 第一个说出这句话的 其实是英国的国防部长 英国的国防部长在去年 对不起 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他就提出了一件事情 他说这一次 这个其实是他担任 国防部长的首次的一个演讲 那他来描绘了 描绘出一个 战前世界的一个黑暗的一个图像 那其实他说 未来五年 这个西方的盟国 会与俄罗斯 中国大陆 以及伊朗发生进一步的战争 那俄罗斯不用讲 现在俄乌战争 其实就是如此 那伊朗 那刚刚我们上一节 已经听到 孝伟哥做一个分析了 那至于中国大陆 其实还正在和平演变中 就是到底是演变成和平 还是未来即将交战 这件事情还在 那个演化之中 那他说其实他要北约的这些盟国 那个成员国将他的国防开支 增加到至少占 那个GDP的2% 那基于 如果不是如此的话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将从根本上产生动摇 这一句话就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啊 什么叫做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那个是什么样的规则 对美国规则 其实是如此 如果我们从一个大局来看的话 这个国际秩序应该基于什么 基于两点 第一个也就是联合国宪章 第二个也就是各种国际法的约制 那这两个部分 才应该是建构成为国际秩序的核心 那怎么会是美国秩序 美国秩序 那所以啊 其实讲这句话 他里面就有毒啊 那但是我们这样讲 他讲说中东以及乌克兰 其实现在的这个冲突是未来全面 也就是他其实讲的战前时代 是什么战前 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前 那他说 其实是未来冲突的先兆 他说我们已经回到原点 也就是以前谈论的都是战后时代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时代 但是他说 我们现在已经从战后时代转向战前时代 这个是我们提到说 英国的国防部长 他是这么说的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波兰总理 波兰他为什么可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发言 然后他好像有一定的高度 因为他就在乌克兰旁边 乌克兰之所以撑到现在 那他不断的军援 其实绝大部分是透过 他绝大部分是透过我们讲到说波兰 那我们如果说看到刚刚英国国防部长讲 说要把这个国防预算提升到GDP的2%以上 现在我们来看看北约国家有达到这个标准的 有哪些国家 其实如果大家看到荧幕右边的这个图 你就很惊讶的发现 除了孤悬海外的英国 以及大西洋对岸的美国 其他符合这个标准 全部都是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 那也就是我们看到从最北边的芬兰 一路上到波罗的海的三小国 然后再到波兰 然后再到匈牙利 然后再到那个罗马尼亚这一线 通通超过2%其他的国家都不到2% 例如说我们就来看看法国它是多少 法国其实也还可以了1.9 那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德国 德国它到底是多少 那其实它的比率很低1.57 所以德国之前它的补给舰 它的巡防舰到台湾海峡来穿越 根本就是打肿脸充胖子 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 你学人充什么大爷 好 那这是我们来看到整体的一个概观 也就是其实欧洲这些国家 出不起这些钱 那另外我们不 虽然我们看到英国 他出了这么他的那个国防预算 其实有到达2.07 不过你也是插边球 你也是比2多一点点 你看看美国 我们看看在中间那一排最上面的美国 他到达了3.49 他的国防预算的确是高 所以为什么 他们都不断的要叫人家 国防预算最起码3以上 为什么 因为他说我有这个高度 因为我3.49但是我们讲到 现在川普更狠了 川普说什么 就说我们台湾的国防支出 应该要到达GDP的10左右 那GDP的10左右 那是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中国时报他的头条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问题就大了 问题大什么 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心心念念的健保 我们觉得很重要的这个社福预算 我们觉得下一代 怎么苦也不能苦到下一代的教育的支出 全部都会出现问题 那全部都灌给这个国防 我只想问这样子真的值得吗 真的值得吗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波兰总理 那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 波兰因为他等于是 全力相挺这个乌克兰的 所以他说说话 也就是他在今年的3月30号的时候 波兰总理他提出了警告 也就是说自从二战以来 欧洲首次的进入战前时代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之前在谈的就是战后时代 也就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的那个时代 可是现在我们变战前了 因为有杀气 这个杀气就是好像要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后他说这个战争已经不是一个过去式的概念 而是在两年前就开始 他这两年他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基准 他其实讲的也就是俄罗斯在2022年 对乌克兰所进行的特别军事行动 那他说现在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那我们从1945年以来就没见过这样的局面了 1945年是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 二战结束的那一天 然后他说如果乌克兰也就是基辅战败的话 欧洲没有人会觉得安全 那随着战争的爆发欧洲人的心态也发生改变 没有人要质疑共同防御的必要性 这个共同防御的必要性 其实有对照组 哪一个对照组 当然就是大陆 大陆不跟任何国家作为一个共同防御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会因为那一个小国 他的一个国家利益 然后把你这个大国整个拖入战争 这个是具有智慧的 那为什么欧洲这么多国家 他们都觉得需要共同防御 想想我们刚刚上面那张图 他们在说什么 我的国防预算这么低 那我如果被其他国家攻击怎么办 只有一个方法 大家来帮助我 当然你受到攻击了什么 怎么办 我们通通也都去帮助你 但是这正恰恰好 就是一个引发一个世界大战的一个开始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 也就是说匈牙利总理 那匈牙利总理之前 他是欧盟的当职的国家 那他当然他的总理也有这个高度来说一说话 那他就说了 他是在那个 这个是塔斯社他的一个报道 那塔斯社就是俄罗斯的官方通讯社 他在今年的5月31号 他做出这样的报道 就是欧洲已准备好跟俄罗斯开战 这一个5月31号的讲话 其实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的场景一模一样 他讲了什么 他说第一个 法国和乌克兰之间 允许那个法国的军事教官前往乌克兰 当然了最后被一锅端了 那他说训练乌克兰士兵 然后这件事情进行了谈判 那但是我们后来看到了 那这些教官也去了 但是被整个俄罗斯 那个直接的 全部的摧毁 全部的歼灭 那另外他讲说 正在讨论的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的领土深处 这些目标的可能性 那他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说 西方提供的武器不是仅能用于防御 而应该用于攻击 这件事情其实暴露一个野心 我们都会讲这件事情 然后他接下来已经快要站到我们今天的核心了 什么他说冲突之所以升级 还记得吗 我们的题目叫做什么 叫做核战升级中 那他讲说冲突之所以升级 是因为乌克兰和西方 仍想在这个冲突中获胜 但是其实真正获胜的 只有认知作战 只有宣传战媒体战 真正的在乌克兰战场上面 乌克兰虽然苦撑待变 但是也是节节败退 无论是他开了北方的 那个库斯克的战场 那但是没有吸引 之前没有吸引到俄罗斯的主力 所以他的乌东 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 红军城被打到节节败退 所以红军城还没被拿下来 对因为战线要拉齐 也就是要同时推进 所以现在出事的在哪里 现在出事的在南边 那个杂波罗热一线上面 因为杂波罗热要往西北推进 那他说这些欧洲盟国 想击败俄罗斯 想要不起一切的代价 取得军事的成功 但今天为什么会造成这样 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防御型的组织 但恰恰好相反 它是一个攻击型的组织 怎么说我们看到 1991年跟这一个华沙公约组织 也就是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为之抗衡的共产主义阵营 也就是华沙公约组织解散 那在1991年的12月26日 苏联也就解体了 那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北约当然称人之为 怎么称人之为 他就开始扩张 怎么扩张 也就是在1999年 就是俄罗斯解体不过七年多 他就将捷克匈牙利 以及波兰三个前华沙公约组织的 这些成员国加入北约 这是第一次 北约第一次东扩 第二次东扩是什么时候 第二次东扩 其实是参与国家最多的一次 也就是2004年的3月29日 那当然大家如果看我们 现在的这张副图上面 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这个图呢 为什么特别选这个图 也就是说 第一个它很全面很完整 包含了现在才刚加入 去年加入的那个芬兰跟今年加入瑞典 它全部都列在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一次的禁弊 那第二次我们讲到 2004年的3月29日 加入的有什么 看到是有这个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斯洛伐克 然后还有斯洛维尼亚 然后接下来就是波罗的海三小国 爱沙尼亚 拉图维亚跟立陶宛 这三个小国 那这是第二次东扩 第三次通过 就是东扩 往东边的不断挤压到俄罗斯的缓冲区的 是什么时候 就是2009年的阿尔巴尼亚跟克罗埃西亚 现在大家常去克罗埃西亚玩 那其实 也就是我们讲到第三次通过 那第四次通过是2017年的蒙特雷格罗这个国家 第五次通过是2020年的北马其顿 那其实应该还算有第六次通过 也就是当发生2022年 俄罗斯对于乌克兰进行了特别军事行动 其实现在已经变成战争了 因为从普丁的嘴巴里头 他再也不提特别军事行动 他讲的是战争 那我们讲到去年的4月4号 那芬兰加入了北约 那另外 那个今年的3月8日 瑞典加入了北约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根本 俄罗斯缺乏缓冲区 而且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 匈牙利的总理他讲什么 他讲说想要让飞弹打到更内陆的国家 那对不起 是打到俄罗斯更内陆的一个军事 或者是经济的这些设施 如果从这一点看 现在不是正是如此吗 大家都希望就是乌克兰能够战胜 加入北约 那再一次东扩 东扩之后 现在是不是我们看到的前一段时间 也就是泽伦斯基他到了美国 他一直想要寻求什么 寻求风暴之影 或者是其他的更尖端的 更长城的武器 F-16能携带的装备 然后他能够 直接攻击俄罗斯的内部 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了我们刚刚讲到说 那你要看一看 普丁的想法是什么 普丁的想法 这个是他接受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访问的时候 他讲的 他在这边讲说 using high precision long range 也就是他如果西方国家使用了这一种东 就是欧洲国家的制造的长城 以及高精确度的一个武器的时候 这就完全是一个不同的故事 也就是跟现在的状况 完全不一样 怎么叫做完全不一样 对不起啊 这张图外面找不到 因为这张图是我个人自己画的 那也就是说 我们就看一看 之前不用看了 也就是这些 普丁讲了什么 或者是他的家人 进入了河地下的堡垒啊什么 这些我们都不讨论 我们就从今年开始看 这个核战是怎么样升级的 第一个 我们看到今年1月2月3号 也就是英国的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 他提出一种说法 他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这个损失 无疑的那个使人们不再对其常规 那非战略能力的抱有高度的信心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打的 的确跟我们想象的有一大 那个跟他的军力有一大段的差别 那还包含他的黑海舰队的部分 而是俄罗斯越来越依赖 和威哲那来击败北约 而且未来潜在冲突中的威哲 只会不断的提高 这个是我们讲到英国智库 他提出的一个看法 那他提出这个看法之后 当然俄罗斯很快就有回应 俄罗斯总统也就我们看到下面 2月29号普丁他发表国情资文的时候 他说警告西方的这些国家 如果派兵到乌克兰的话 那将面临核战的风险 莫斯科拥有能击败 那个西方目标的这些武器 那当然这些还在不断的演变中 我们先休息 小建长准备了很丰富的 这些土温并茂内容 那看YouTube才能完全的收到 那当然了 有很多还在工作辛苦的 在工作中的我们的这些大众们 如果说你现在只能听收音机 我会建议你回家再review一遍 看一下YouTube 你会觉得取绝有味 那这是我们讲到说 我们刚刚上一节结束的时候 我们讲到2月29号 普丁他发表国情资文的时候 他直接的进行核威者 也就是只要北约这些国家参战 那俄罗斯就拥有了能够击败西方目标的这个武器 什么武器 当然就核武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5月6号的时候 他不是普丁就不是只是说说而已 他就下令俄军进行核武演习 然后包含那个俄罗斯的海军 以及驻扎在乌克兰附近的南部军区 飞弹部队都参加 然后俄国的国防部还特别提到演习之中 演练非战略性的核武的准备与使用 等等 什么是非战略性 非战略性就是战术性 也就是他讲的就是战术核武 那当然了 他这样的威胁 西方盟国有没有听到 当然有听到那有没有怕 不一定有怕 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讲到 为什么在5月31号的时候 这一个匈牙利的总理 还会提出那样的看法 那接下来在6月11号的时候 俄罗斯又进行 与白俄罗斯开始举行 战术核武第二阶段演习 他那个就是除了一开始演习 有第二阶段 那当然了 后面还有第三阶段 在7月31号 我们大家来想一想 他这样的演练 其实涵盖了三个月 那个可能还不止三个月 你看从5月到6月 7月31号第三阶段 那是不是超过三个月的 一个核武演练 这一个战术性核武的演练 他的意义在哪里 他的意义就是 以前有这些装备 可是大家不太演练 他的一个相关的准则教反 现在把这些武器做准备 然后开始把这一些准则教反 端上台面进行演练 这就是另外一种核威责 那当然那个在8月14号 金融时报 那个Financial Times 他就宣布 他就报导了 俄罗斯海军或训练 向欧洲发射核武器 意思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威胁 不是只有陆地上的 这些核武单位 还有海上的 那接下来 小县长不是只做一张而已 做两张 那我们来看 就从今年开始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在9月13号的时候 那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他说 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 飞弹的话 即将改变战争的性质 那就是刚刚我们看到 普丁他接受访问 也就是说他 他讲的 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那接下来 我们看到 这个其实他是 威责谁 威责这个 亚格鲁撒克逊 这个为主的两个国家 一个是英国 一个是美国 为什么 因为同一天 英国的首相和美国的 那个拜登总统 正在讨论 是不是要允许乌克兰 在俄罗斯的境内 那使用远程武器 他们实在动了这个脑筋 也就是暴风之音 那为什么 大家前一段时间 一直在讨论 原因也就在这里 但是9月20号 俄罗斯有了新的动作 也就是这个我们看到 从Interesting Engineering 这一个杂志 其实这杂志讲了 非常多的一个科技的 一个报道 当然它里面 也经常都有军事的专题 他讲说 竟然在俄罗斯的附近 发 这个是挪威的一个研究所发现 发现了放射性的色137 大自然中 其实不存在色137 什么时候开始发现 也就是奥本海默 第一次进行核实 那个时候叫做原子弹 还不叫核武 的时候做测试的时候 发现竟然有 色137的这种元素 那也就是为什么发现 代表俄罗斯不知道在做什么 结果20号出现这个新闻 22号有个答案 也就是自由法国的 这个电台 它报道说 卫星图片显示 俄罗斯最新的洲际弹道飞弹 试射可能失败 也就是整个飞弹炸掉 没有引起核爆 那因为我们再三的讲 这个弹头 它有非常多安全被炸装置 其中一定有一个 就是它已经要到达目标区的位置 其中一定有一个 它已经到达了飞行的速度 它才会启动被炸 其他的在陆地上敲来敲去 对不起 那都没有完成被炸 但是你一个核弹头 如果遇到了一般的传统爆炸之后 变成什么 变成脏弹 也就是含有放射性物质的 那个爆炸物 四散分飞 然后大气里面也是 这个就是脏弹 那这就是我们讲到说 也就是普丁 他不再只是讲而已 他开始秀他的muscle 好 那接下来 我们看到25号的时候 继续加码 普丁讲说什么 宣布扩大动用核武时机 他警告西方 当然也就是北约国家 如果遭到常规飞弹攻击 也就是内陆 那俄罗斯将会动用核武 警告无核武的国家 在永和国家支持下 如果你攻击了 那个俄罗斯 他讲的 不就是乌克兰吗 那俄罗斯将会 势同联合攻击 就是一样把你打烂 他就是这样的说法 那美国 以及以美国为首的 这些北约国家听到了没 听到了 那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就没有那么秋了 没有那么 那么神器 因为他要的 实际上 还是没要到 那这是我们 如果从一个 时间轴来看的话 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到的 和 这个核战 他其实不是 就是一次到位 它是慢慢提升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 北约或者是美国 不断的在跟 莫斯科互动 然后 莫斯科不断的加大力度 就是我要使用 战术性核武 战略性核武 我们讲到的就是三位一体 那无论是轰炸机 携带的 无论是潜舰发射 无论是陆地发射的 这些其实都不在这些范围之内 但是 如果是这种战术性核武 他用什么载台来发射 你不知道 他跟一般的传统武器的 发射的方式很像 他也可以用 155mm的 这一个毫米的 这种火炮发射 他也可以使用飞弹发射 那到底怎么样才能 才能够确认 等爆炸的时候 所以 这就是我们讲到 泽伦斯基没有要到的主要原因 那其实如果我们看另外一个 在国际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期刊 也就是Foreign Affairs 那这个期刊里面 他其实在去年的 这一个11月到12月号 他里面就谈到了 和申级的回归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和申级 这个不是小舰长发明的 这个其实他是有一套 威辙 Deterrence 这一个理论的 他特别讲到说 其实 现在有非常多的国家 他建立和炫耀 他的核武的能力 那但是 也有很多的这些大国 他觉得 这些小国 他的核威胁 是其实不存在的 但是偏偏错误 为什么 因为这些小国 更有意愿 然后他更希望使用核武 得到他想要得到的国家利益 那这个当然 他隐约没提到的 就是北韩 那另外他讲说 西方制定了强制和申级的战略 这就是我们讲到 这是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 那 以及 使苏联 那 其实现在就应该叫做俄罗斯 相信北约 如果遭到了入侵 实际上 会使用核武 我们刚刚那个时间 就在讲这件事 美国必须要能够 对待 那个敌人的 核能力 以及他的一个决心 也就是 为什么最后没有给泽伦斯基 长城的打击武器 原因就在此 那另外 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 对于这个 普丁来讲 他认为 也就是 他现在只剩使用 这一些核武 来维持他的国家利益 那 也就是说 而且他不止自己讲 例如说 我们看到 这一页的中间下面 他的前 前总统 梅德维杰夫 他在2023年7月就表示 如果 乌克兰 夺回了 就是我们讲的 顿巴斯地区的话 那 其实俄罗斯 将不得不使用核武 就是 他非要那个地区 不可 他为什么非要这些地区 不可 因为 真正的原因是 那个 是 战略断层线 那我们刚刚最后 就讲到说 除了 前总统 梅德维杰夫 以及普丁 他不断地在这边讲说 他会用一切 可用的手段 来捍卫 乌克兰的领土 被吞并 这一个问题到底是在哪里 这个就是大家常讲的 战略断层线 这个战略断层线是怎么一回事 也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无缘无故的讲北约东扩 那北约东扩让的俄罗斯已经没有缓冲区 这个缓冲区是什么 就是非战略武器可以打击到的范围 所以为什么 现在俄罗斯说 要来谈判 我随时开大门 但是必须要同意 那四州 有四个州 都是我们缓冲区 我要支持这四个州独立 不一定要变成俄罗斯的领土 但是 他绝对不能够回归到乌克兰 那这个是 基本前提 那就是需要缓冲区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当初提到这个缓冲区 缓冲区也就是 我们除了东欧之外 还有一个位置在哪里 在东亚 东亚的缓冲区在哪里 也就是我们讲到说 第一岛链的位置 日本 台湾 还有菲律宾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日本 不管是现任内阁 或即将上任的石破帽 基本上来讲 都是鹰派的 也就是说 他们一天到晚讲 这一个 提风系统 菲律宾也跟着在那边 在那边 你也不称称你几两重 你跟人家一起讲提风系统 你也要买 然后呢 其实他们都是想要用这个 帮大陆穿小鞋 那台湾更不用讲了 台湾一天到晚 我们有这么多的听众 是不是你都可以观察到 这些侧翼 这些绿媒都在讲 熊山好棒棒 我们有各种 可以打击到中国大陆的武器 你有问过 中国大陆的防空系统 是多么的完整吗 你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但在讲作战的时候 不但要讲矛 还要谈到盾 矛跟盾是互相的 好 那这个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讲 既然大家谈到这个有关于 这一个核生级的部分 那有些人说 那是不是这个有关于战术核武 那就一直停留在战术 不不是这样 你看小舰长现在手上这本书 是已故的 我们讲到 季星吉他写的这本书叫做 核子武器与外交政策 这本书是 我们讲到季星吉 他真正发迹的一本书 真正他的才能 被大家发现的一本书 他在这个书里面 提到几件事情 第一个 他说要使战争保持在一定的限度 就是你大家都只使用传统武器 或者只用战术核武 其先决条件是双方对于彼此的意图 必须要有正确的情报 可是情报如何正确呢 现在有这么多的一个 无论是核而诈 就是我欺骗你 那或者是伪装 隐蔽的方法 那结果 如果一旦造成误解的话 误解了对方的意图 就会招致浩劫 浩劫是什么 就是核战嘛 那而且呢 他讲说 现在我们的这个状况 其实大家都认为说 我们可以限制在 这一个战术性核武 不是 季星吉在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其实每一个国家 当遭受到核武攻击的时候 他都会我们刚刚讲的 不断升级 你用核武 我也用核武 最后就会变成一个整体的作战 全面的作战 战略核武就拖出来了 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战略核武到底是什么 战略核武 当然我们来看 这一个 第一个 义勇兵三号 义勇兵三号 大家都说 这个是美国的一个陆基的 最后打击武器 的确是 我们看一下 在去年11月1号的 这一个战区 War Room的一个报导 他报导的是什么 他报导的是 发射期间被命令自毁 为什么命令自毁 因为你不在原来设定的弹道里 那也就是你飞歪了 虽然太平洋很大 但是飞歪了也达不到 真正的用意嘛 所以他说他安全宗旨 安全宗旨 其实就是自毁的一个 很委婉的说法 另外一个 认为只有如此吗 没有啊 英国的三叉戟 潜射飞弹 这个飞弹 不是英国自己做的 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做的 意思是什么 美军的潜舰 也同样在用这一型飞弹 这一型飞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在今年的2月21号 这一个BBC所报导的新闻 他说 最近一次的威责实验 看到了没 测试就是一种威责 那在英国的核动力潜线先锋号所进行 然后呢 他们的国防部长沙普斯 直接的参与 直接的在现场观看 结果呢 助推火箭发生故障 然后最后呢 等于是坠落在发射场附近的海域 意思就是 也没有办法完全 就是也是失色失败 这是第一次吗 不不不不不 2016年就已经一次了 这又一次 意思是什么 这一些核武啊 不是你拿出来就能用的 你必须要进行一个 适当的一个维持 那这一个维持呢 其实 它是需要经费的 而且呢 需要科技 那例如说 我们现在 我们有在YouTube观看的观众啊 那 William Fong 他讲说 看视频啊 这个铁穹 也就是这一次 这个 伊朗 对于以色列的攻击 铁穹为什么没有发生 发那个 发生作用 又被小舰长说中 我上次 我之前说过什么 我之前就说了 在 今年 之前的那一次 发射三百多枚的那一次 铁穹就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那 大家不要站在阳台上面 看铁穹 拦截 觉得 哇 以色列好棒棒啊 因为 他没有铁穹的时候 他不会告诉你 你只看到 这个 无论是 伊朗 或者是真主导 他的一个 这一些火箭 或者是他的弹道飞弹 不但 不但的 攻击成功 那个时候 你没有到 到达防空洞里面 对不起 就是直接受到伤害 那我们接下来 当然 我们会看到 东风三十一 这一颗弹道飞弹的测试 那这个测试 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学问 第一个我们看到 从海南岛单中发射 可是在菲律宾的左右侧 各有一个飞弹窗口 把这个发射 跟飞弹窗口连起来 到他实际着陆点 不是一条线 连不起来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来讲 他应该有变轨 也就是 他在太空中的时候 他有改变他的一个攻击的 实际上的位置 但还是在一个 他当初发布的 这一些飞航报告里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美国要开始警觉起来 为什么 美国的很多资讯 可能都是错的 怎么说错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右边那个是CSIS 他的一个项目 也叫做飞弹威胁 那个飞弹威胁里面 他在这里面讲到东风31的射程是多少 最远到达11700公里 可是这次飞了多远 这次超过这个距离 那我们再看看左边这张图 我帮大家标出来的那个距离 分别是东风5 东风41 东风31 这一次的距离也超过 11200公里 左边这张图是哪来的 这张图是下面我有留 他原来的页底 那个叫做中国军力报告 每一年这个美国国防部都要送到国会的报告 他的数字也有错误 也就是美军全面的对于解放军的核战力 是低估的 那这是一个 另外去年 大家在讲那个前年 2023年 大家在讲 哇 这个好好厉害啊 这个航空航天 这个大学 他竟然能够做出一个解放军的火箭军的一个组织图 然后他甚至连军犬队有几支军犬都知道 那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消息 你仔细看他在丹州就是海南岛那个位置 他只有讲东风21滴 东风31什么时候过去的 不知道 所以我们这样讲 说整个美国 他的准备是不足的 可是当解放军发射东风31的时候 他还有什么 我们来看到这一个2010年的论文 他就告诉洲际助推滑翔导弹 全面突放弹道优化 2010年 他就已经有论文了 现在 嘀嘀嘀 这样写 也就是说 这是网友常讲的 当东风31事射的时候 就代表东风41才是大杀起 那现在呢 不知道这个是 我们讲到这个 洲际助推是不是 东风51 无论是如何 也就是 解放军早把下一手准备好了 我们今天讲到此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中间了 再见 我再次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